请请 请 请 stellen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处理好了 留了一书 说是不满帝国主义行径 愤世自杀 他也是个人才啊 可惜了 可惜了 王护林死了 对 据说是自杀 是这样 周海诚知道 李孝东还是失败的 为了保住自己 他抛弃了王后林 那么 如果事情彻底败露的时候 下一个被抛弃的人 就是他李孝中自己 我们兄弟三人好久不见 没想到一见面 竟是这样的场景 乱世之秋啊 最近我总是想起 你以前在黄埔的情景 那时候 不管年纪多大 大家都是一腔热血 心无杂念 许永连 连支像样的枪都没有 但是感觉拿着树枝 都能征服天下 光着脚 都能纵横四海 一转眼 黄埔已经是第六期了 同期的兄弟 一共是六百五十三人 从广东达到武汉 现在已经走了三百多人了 现在又多了一个王后林 大家接下来 怎么怎么大送的呀 我其实来武汉呀 是要考画普军校的 我也是 玉华 你怎么想到要考军校呢 我嫂子为了几个破钱 要把我嫁给一个老头子做妾 我就从那个家跑出来了 后来我听说了个词 叫 叫自由 我也要争取自由 所以我要报考皇甫军校 学到一身本领 以后看谁还敢欺负我 跟你这样的人一起考军校 你 钟玲 你呢 你为什么要考军校呀 我呀 进步啊 时髦啊 考军校这么洋气的事 怎么能少了我和风纪大小姐呢 什么和风纪的大小姐 不就是一个杂货铺子吗 你说什么呢 怎么了 其实我哥就在黄埔当教官 他已经帮我跟志亮报名了 真的 真好 我和庄园也准备考皇蒲的 对 考皇蒲 不死不凶 你说什么 什么不凶 考不上皇府 不罢休 既然这样 咱们说好了 考不上 不罢休 姐妹一心 轻史留名 姐妹一心 轻史留名 你 请进 看见了吧 是他吧 小机我还我 小布点 姐姐 是 抽屉里有现金 及备用的身份证明 房间里没有任何随手摆放的东西 水池也收拾得很干净 这说明王后林在案发时 是正准备要离开的 一个人的出现打断了他的计划 房门也没有被损坏 说明来了这个人 他是认识的 王后林为人耿直 社会交集又不广 那凶手也是黄埔的人 应该是 而且 还是能调动他的人 李孝忠 这么看来 这么看来 码头枪击事件只是一个局 李孝忠仅仅是执行者 这件事情背后的人怕是吵不动了 王后林国民党员的身份 是众所周知的 照片一旦公布出去 我推断 舆论会对我党非常不利 那李孝忠就会被抛出来当替罪羊 这可是你们国民党一贯的作风啊 英勿 我们兄弟三人在一起 是从来没有党派之争的 对呀 说说吧 你们打算怎么办 我呢 刚来到武汉 身份上也不太适宜 进入此事 不过我可以给你们个建议 去找邓云达 这些事情都有证据吗 这件事 我也是考虑再三 才来跟您商量的 我刚才所说的 全部都是事实 邓小长 这件事不能再起步了 来生啊 此事事关重大呀 一旦情况舒适 后果非常严重 你容我好好考虑考虑 记住 不要对任何人强 海上明白 来 初七啊 你的名字谁起的 真奇怪 我也不知道 反正从小别人就叫我初七 我初七 那你姓什么 我没爸 也没妈 我也不知道我姓什么 那以后你就跟姐姐姓 姐姐姓夏 你就叫夏初七 好不好 夏初七 夏初七 我姓夏 我姓夏 姐姐 以后我跟着你们行吗 行啊 跟着他们都不行 还是跟着我吧 你来我家干什么 小妹 不得无礼啊 人家鹦鹉 是特意过来看你的 你这腿没事吧 停 蒋鹦鹉 你少来这一套 告诉过你 就是要跟你不死不休 我马上就要考黄埔军校了 我就是要天天跟你作对 我庄业不是那么好欺负的 凭什么 凭什么你们去杀人 我却差点死了 凭什么我南无破袋的战友 就让我傻子养好几个小时 凭什么你没见过我 你就 小妹 周园 小妹 打死你个坏蛋 欺负我姐姐 你欺负你姐姐 打开人 快 骗子 今天实在是不好意思 小妹她 没事的 女孩子嘛 有些大小姐脾气 也是正常的 您 您要不在外面等我一会儿 我和夏小姐 有几句话要说 好啊 那我在外面等你 告辞 您找我有事 你好 正式介绍一下 我是贺振廷 知心和质量的哥哥 请回 你好 我是夏思怡 早就听知心和质量提起过 他们有一个哥哥 是个大英雄 没想到就是你 对 就是我 关于我们俩之间的关系 我想听听夏小姐 是怎么想的 可能有些冒昧 见谅 贺先生身为黄埔高材 我想应该也是接受新思想的吧 新思想 是追求婚姻自由的 难道这样不好吗 当然好 那我就放心了 心照不宣 心照不宣 下个气 晓裔好 来 我就给你 你来的可真快啊 邓校长召唤 晓裔不敢带来 来来来 坐 去看 来 茶茶 啊 谢谢 也不想吃 ekforg 小忠啊 你说王后林怎么样 小忠不太明白 怎么会是他 怎么会是他 你不清楚 宣传大会前夜 你和寻补房探长托马斯 在林家会馆见面 我没说错吧 怎么样 这份情报值得去一趟吧 第二天 苗家码头发生血案 死的正是托马斯 而凶手是我黄埔教官 事后却被说上是 共产党蓄毛已久的暴动 李副校长 你能解释一下 这些 难道都是巧合吗 过去他一直低估了这个笑眯眯 看起来没有任何杀伤力的同事 今天看来 邓以达的政治手腕 并非在他之下 李校忠听出了要挟的意思 这当然是巧合 他从黄埔毕业之后 一直追随总司令在前线作战 要不是筹备武汉分校 我们根本没机会见了 不得了 话已出口 李校忠就后悔了 他不该提起蒋介石 更不该解释 这岂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邓以达怎么能察觉不到呢 你说我就说嘛 这也太巧了 王霍林这个人也是立过功的 做出暗杀这种鲁莽的行为 也真是让人匪夷所思啊 那好 小周 今天咱们的谈话就到这 好啊 所有事情经过就是这样 请校长指示 没想到这个李孝忠 办事如此欠妥 这件事你做得很好 考虑周到股群大局 我会马上调离李孝忠 离开武汉 现在只要邓以达 不把证据抖出来 就会风平浪静 邓以达只会考虑他的那一套 什么时候把我放在眼里 让他出任代孝政 我也是无奈之举 算了 过去了就不提了 武汉这个地方 远比广州和南昌要负责 快被左派和共产党 搞成赤华政府了 你的计划很好 一定要伪装成主菜 才好办事 然后尽孝的事情 你要多过问 要多多培养我们自己的人才 校长过于了 海诚定当竭尽全力 好 那就这样 周海诚 周海诚搅混了池水 最终渔翁得利 成功上位 将曾经不可一世的上司李孝忠 赶出了武汉的政治舞台 外报 外报 英国水兵无故伤人 国民政府提出抗议 看一看 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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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水兵无故伤人 国民政府提出抗议 外报 外报 进 主任 有人找 请进 少爷 小川哥 您怎么来了呢 老爷说你到武汉了 一来 让我跟你说说这边的账目 二来 给你送点钱 好 这儿没你事了 你先出去吧 是 主任 来 小川哥 四川 四川 咱们就见面了 见到你来 我实在太高兴了 好 我以后啊 就以下架武汉公司经理的名义 跟你见面 定期向你汇报 武汉这边的账目 好 想得周到 我这次找你来也是为了任务 英国水兵刺商 抓捕宣传队队员的刑警 已经彻底激怒了武汉民众 组织决定动手了吗 上期已经有了周密的部署 烧气同志会亲自领导这次行动 我们这次行动的目标是 收回英组线 来 明天下午 苗家码头会举行一场 悼念受难者的追悼大会 届时 英军一定会派出 几乎所有的警卑力量 让英武待遇不飞 冲进巡捕房 营救被捕群众 我们 在这儿 这儿 还有这儿 同时发动无状攻击 同胞们 就在昨天 就在我们站的这个地方 无数无辜的百姓 遭到英国人的射杀 就算他们是陌生人 他们也是跟我们一样 是黄皮肤 黑眼睛 有血有肉的中国人 我们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 遭到帝国主义的枪杀 欺辱 天理何在 公道何在 他们抢占我们的土地 掠夺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卷入一场 罪恶的战争之中 现在 我们必须团结一起 一日对外 才能保护我们自己 保护国家 否则 帝国主义的枪口 下一个对准的 是你 你 还有你 把他们赶出去 把土地还给我们 好了 快 打倒帝国主义 打倒帝国主义 中华民族万岁 中华民族万岁 打倒帝国主义 中华民族万岁 打倒帝国主义 大民族万岁 中华民族万岁 中华民族万岁 大民族万岁 中华民族万岁 中华民族万岁 大队 从画面包抄 你对 和我证明进攻 是 好 太好了 什么 好 我知道 小长 小长 市局的战斗已经结束了 纠察队已经占领了江汉路 巡捕防等主要的路段机构 英国驻华公使 同意撤出租金 好 好 这这这太好了 太好了 小长 还有件事 温暑司令部的陈明淑 已经派兵进入租界 审称由他们接管 赢租界 什么 又来这一套 别人打下的战斗 他们坐得到稳的 今天广场上的阵势 真是太过瘾了 太壮观了 就是啊 到现在 我那个心都还蓬蓬蓬地跳呢 我也是 我也是 我从来都没见过那么多人 比我们全镇的人都多 不过 后来我哥说 这卫戍部队啊 进入道租界 工人纠察队就撤出来了 撤出来了 哥 你回来了 来 来 哥 哥回来了 聊什么呢 这么热闹 聊今天的游行聚会 哥 人家工会打下的租界 你们国民党 怎么去占人家便宜呢 小妹 别瞎说了 小长哥 看到了没 我这个妹妹长大了 开始关心起国事了 不过有些事呢 很复杂 你呢 先好好努力 考上军校再说吧 出机 给哥泡两杯茶 好嘞 你们聊 思诚 这件事也太气敛了 你 你有什么看法 你也听到他们议论了 民心比什么都重要 结果虽然是好的 只是 算了 不提这件事了 接下来 我们的重点工作是什么 尽快利用我们下家的 航运生意 达通武汉至上海的运输线 这个好呗 不那么容易 第一 要防止上海家里面发生问题 第二 武汉这边 我始终漏掉了一个老朋友 准确地说 应该是一个老对手 老对手 李孝中被调离武汉 军校副校长的人选 也有了新的任命 我重新梳理了一下 我总觉得 在暗处 有一只手把李孝中推向了深渊 后来我才发现 我们一直漏掉了一个渔王得利的人 那这个人是呀 新认的副校长 周海诚 周校长 恭喜您隆盛 副校长而已 您说 您说 蒋校长到底是怎么想的 现在武汉大部分地方的实权 都掌握在共产党手里 军校校长的位置 他居然还给了邓一达这么一个亲共分子 这次 这次您离了这么大一宫 他居然还不把李孝长 李孝中 在政府的职位全部都给你 真是 常理 当年在广州的时候 校长经常提起八个字 明察秋毫 忍性尽心 这就是校长的远眸之处啊 在依三事件和收复英租界这两件事上 共产党的表现都出乎意料 在武汉市民中反响极大 民心向背 历来是智盛的法宝 在这一点上 坦白说 我们不如共产党 而且鲍勒亭那边也要交代得过去 武汉不同于广州 校长是让我们隐忍 但不能糊涂 可是邓一达 明显是站在共产党那边 我担心军校里 这只是权宜之极 邓一达人脉深厚 在共产国际面前很有分量 武汉分校校长这个位置 暂时让他坐着吧 至于其他 我想还是一步一步来的 我现在比较关心的 反而是夏思成 夏主任 他不是蒋校长的人吗 李孝忠 他不也是蒋校长的人吗 不也是蒋校长的人吗 既然他已经上任 是时候 去拜访下老朋友了 是秘书到位了吗 已经到位了 不过据目前的消息 夏主任一切正常 好 他正在回来 在哪里 太过了 不过 在那里 我来找他 我来找他 把我去 我 你们 我来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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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你找他 我来找他 他找他 来 师律 师律 好 主任 我明天有什么重要的安排吗 明天有一个采访 还有汉口商会有一个欢迎晚宴 都我推了吧 是 行 我这儿也没什么事 你忙去吧 好 是 主任 来 来 来 中共 中共 是 哎呀 你这都什么破题啊 姐 你怎么不爱书上写的出题啊 谁说过我要按照书上出题了 那书我都很认真地看了 而且一字不差地背下来 你不爱书上出的 那我哪会啊 将来上了战场 敌人一刀向你捅过来 你跟他说 你等一下 等一下 等一下 老师不是这么教的 你怎么不爱老师教的来呢 你们还笑 都不是好人 我都丑死了还在这儿取笑我 我要收回对你们所有的美好评价 好了 庄园 除了思怡和知心 咱们大家都差不多 距离考试可就剩几天时间了 一寸光阴一寸金 再不好好复习 咱们可就做不成同学了 那不行 说好了一起考军校 一起当同学的 还要一起闹革命 一起建新中华 对 革命的任务就是要推翻军阀的 独裁统治 实现真正的民族 民权和民生 这样老百姓才能够过上好日子 就像新中山先生教导我们的一样 是 安明 安明 就 你赶紧给我起来 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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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好 快点 我看到哪了 三明主义是 是孙中山所倡导的 宁主革命纲领 好 答得不错 全对 太好了 太好了 全都对了 太高兴了 黄埔军校第六期 比试考试现在开始 我给大家发放试卷 依此往后传令 往后传令 考试的时候 注意考场纪律 不许交投接耳 一旦发现 立即取消考试资格 现在还没有到考试时间 不许答题 可以先看看试题内容 试论革命与社会进化之区别 这批考生整体的水平还不错 咱们去镇庭的考场再看看 好 但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按什么看啊 你嘲笑我 考场之上 请保持安静 道貌我爱人 光明谈谎 算了算了 这居校我不考了 小同学 你干什么 现在离场 就算弃权 这种混蛋一个学校 还不如弃权呢 赵远站住 教官 对不起啊 她不懂事 您再给她一次机会吧 这位考生 黄埔军校第一次招出女兵 考一次不容易 要珍惜啊 江教官 她们还小 再给一次机会吧 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赶快回到座位 继续答题 去吧 江英元 给你不死不休 我到这了 好 蒋教官 没想到蒋教官 还跟考生有些瓜葛 周校长 只是一些小误会而已 我没想到会在这里碰到她 我也只是开玩笑 你别介意 当然 拜托 杨 戒放了武汉 将来 我们还要一路北上 解放南京 解放北平 成立一个统一的新中国 成立一个民主的新中国 进化 若河水缓流 革命似瀑布极流 都以发展为前进之方向 然看今日之百姓 饿死者有之 战死者有之 冻死者有之 纵有施救之心 奈何无回天之力 唯有披荆斩棘 寻求活路 指引方向 才能让那些死地求生之人 重觅生机 回来 上海船运大王夏长青的两个前进 都来办国郡孝 什么情况 通离 通离 老爷 老爷 死成还没有两个丫头的消息吗 还没有 大少爷说正在找 给我订 去武汉的票 是 老爷 老爷 还有一事 今天又有人到沙场去闹事了 工人们根本没法干活 我们面粉厂的店也让他们给停了 又是那些地痞流氓 老爷 我看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他们三天一折腾 两天一闹事 工厂根本没法开工 那钱 老爷 我看你还是捐了吧 不捐 什么世道 证明要嫌不行 就找些流氓来闹 国民党如此作风 民心不顾 何以得以夺住 何能得天下 我看哪 我看哪 朕早让司成给我滚回来 继承佳业 别给人当枪使了 上海军飞 筹集受挫 资生兄 四成兄 周兄 舒嘴舒嘴 你看我这忙着招生 拖到现在才来看你 你不会怪我吧 周兄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 咱俩还需要这么客气吗 来来来 坐坐坐 好好好 周兄 还是你那般舒服 怎么样 招声还顺利吗 还行 挺顺利的 四生兄 有件事我可要怪你了 什么事怪我呢 你说你两个妹妹都来报考军校 你也不提前跟我打上招呼啊 又不拿我当朋友了 是不是 其实你是不知道啊 我这两个妹妹难缠得很 你放心吧 我心里有数 对了 令森大人啊 我有三年没拜访过了 他老人家身体可好 一切都好 那就好 那就好啊 这两个女儿都来报考军校 她老人家居然同意了 主要是两个孩子都长大了 管得太多呢 也不是办法 对了 周兄刚刚升职吧 恭喜恭喜啊 和邓校长共事还逊吗 这没什么 主要是啊 现在费用比较紧张 其实政府现在这边也一样 反正到处都缺钱 你说啊 这校长还想打南京 那也是经费不足 对了 四成兄 最近上海的消息你听说了没有 好像是 好像是 募捐不太顺利 这事我还真不清楚啊 不过我想 蒋校长一定有他的打算 为什么报考黄埔军校 长久以来 日本 日本一直是我们的藩属之国 多少人不远万里 远渡重阳来到我国 求学 求佛 求记忆 要想翻身当家做主 就必须推翻万恶的旧势力 老百姓才能过上好日子 实现真正的民族 民权和民生 好 对了 周兄刚刚升职吧 恭喜恭喜啊 和邓校长共事还适应吧 这没什么 主要是啊 现在费用比较紧张 其实政府现在这边 也一样 反正到处都缺钱 你说啊 这校长还想打南京 那也是经费不足 对了 司成兄 最近上海的消息你听说了没有 好像是 募捐不太顺利 这事我还真不清楚啊 不过我想 蒋校长一定有他的打算 为什么报考黄埔军校 为什么报考黄埔军校 长久以来 日本一直是我们的藩属之国 多少人不远万里 远渡重阳来到我国 求学 求佛 求记忆 要想翻身当家做主 就必须推翻万恶的旧势力 成立新的政府 新的国家 这样老百姓才能过上好日子 实现真正的民族 民权和民生 一九二六年九月 安体臣在黄埔日刊发表了一则 什么是黄埔精神一文 第一次提出了黄埔精神这个概念 然而 自明智维新以来 近日渐发展 成为了亚洲第一个走上工业化的国家 而我们 还在农工业和手工业上挣扎 还在帝国主义和军阀的铁蹄下挣扎 参加军校 成为国民革命军的一员 东征北伐 为新生活扫除障碍 革命方能救国 方能文明开化 方能复国强明 开辟新光景 各位考官 你们好 我叫庄园 准备好了吗 报告考官 有点紧张 好 大家开始提问吧 为什么报告军校 为什么报告军校 国之不国 稀有欺欺 有什么特长 过目不忘 比照相机还准 比照相机还准 好 那我来问你 在你进来面试之前的第三个人 脚上的袜子是什么颜色 第八个人 头上的头绳绕了多少圈 第十四个人 手腕上的手表是什么牌子的 你这个 不管你 袜子是灰色的 头绳绕了三圈 是于手表的牌子嘛 不好意思 那位先生应该没戴手表的 成绩 看起来似乎还不错 可是一些深奥的政治观点 只会引用 不会分析 这些是不是你提前准备好的 我 我确实不会分析 但是能引用也说明我做功课了 照你这么说 你做文章全靠死记硬背了 是 也不是 字面的意思我都懂 就是不太理解 报告口官 如果因为我不知道论据的意思 而考虑淘汰我 我认为不公平 那你说说看 为什么不公平 深奥的东西我要是都懂了 我还来黄埔干什么 这里是军事政治最高的学府 我就是要到这里来学习的 学生就是来学习的 这种精神难难可贵啊 报告教官 学员回答得完全正确 教官 请问你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没有了 那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学生反问老师 什么道理 新鲜 好 你问 请问我是怎么通过出试的 其他人都把卷子填满了 我只写了四分之一 因为有理不在话多 虽然你的试卷跟其他人的文笔比起来 是差了一些 但是呢 但是 道理通俗 观点鲜明 如此可笑啊 好 你可以下去了 谢谢考官们 姐 你觉得我这回能不能考上 我觉得从你夫事的情况看 应该没有问题 双也没有问题 前面就是黄鹤楼 咱俩去吃点好的 庆祝一下吧 就知道吃 走吧走吧 爸 爸 你怎么来了 知道我想你了 想我从家跑出来 小无尊话说 不是真的 爸 四姨 回来多久了 回来两个多月了 两个多月了 你 两位小姐 老爷周车劳顿 连饭没过来吃 先陪老爷吃饭吧 是啊是啊 我都饿坏了吧 把司成叫来 是 老爷 我们快进去吧 我们进去吧 爸 我都饿了 你把我们喝喝喝喝的 我都给你吃饭吧 是 influen 明天 明天 你们两个都得跟我回上海 我不回去 我有我的打算 考军校 闹革命 这就是你的打算 革命有什么错 哥哥都支持 再说了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 与你无关 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干什么 你这是在玩火 任何结果 我自己负责 那她呢 你负得几责吗 我也自己负责 你闭嘴 你们女孩子家 根本不知道时局有多乱 有多少人想谈你们的关系 你知道吗 你们还小 被人利用了都不知道 我们不小了 你 爸 我来了 哥 爸 您怎么来了 打个电话我去接见他 打个电话 给你打电话我还见得着他俩吗 还不得被你藏起来 请跟我玩戏 您看您刚来 生这么大气 什么都不说了 吃了饭 你们两个回去收拾行李 你明天 明天必须跟我回家 我不回去 不回也得回 票我已经订好了 你这是健碳人权 专制独裁 报考军校 是我们的自由 放手 哪儿是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女大当家 这是合情合理 我和你们选的都是人才 我这是为你们好 人才 人才都上门退婚呢 崇元 是 这件事情 爸爸对不起你 那你也不能提香去当花木兰哪 我就是要当花木兰 我不同意 堂堂下加千金 那是你们的身份该做的事吗 这次 你们是走也得走 不走也得走 那这个下加千金我不当了 谁也当谁当 反正我不是你亲生的 你 混账东西 你再说一遍 我就是不走 我就是不走 这个军校我上定了 你 你给我站住 崇元 你给我回来 爸 您无非就是想借用我们的婚姻 给夏家照亮亭保护伞 不管将来怎样 夏家都不会有问题 我这都是为了你们好 我得给你妈一个交代 交代 交代 我以为你早就忘了她了 不打了一个还不够吗 子依 子依 好 周校长 喂 周校长 我是夏长青 是夏老啊 上海一别 三年有余 你别来无恙吧 托您的福 海城一切都好 不知您老 我刚来武汉 想约你吃个饭 叙叙旧 你看 晚上你是否有空啊 您老大驾光临 我必须做多 不知夏老您这次到武汉 所为何事啊 这个 咱们晚上见面细说 电话里不方便 六点钟 黄河九楼见 好 我准时到 周校长 这是这次女兵复事的成绩会总 刚才是夏会长约你 你对夏长青了解多少 她可是上海商界的半边天哪 我相信她 那你说她这个时候来找我 是干什么呢 为了她的两个女儿 不错 夏长青一直以来 对两个女儿宠爱有加 这次一定是想带过去 恐怕是碰到钉子了 那您不打不去 当然要去 现在我们正是缺乏资金的时候 夏长青 对我们的态度一直很模糊 而且我们在上海的募捐也不太顺利 不过我看这顿饭 上海的募捐又着落了 那您是不打算录取下司一副中原 来 送一个 留一个 您是既要钱又要钱就住下家 来 我敬您 来来来 晚费敬您 我这次来武汉 还有一桩事情 我的两个小女 从小性情顽略 偷偷跑来武汉 还背着我报考了军箱 背着你 您老并不知情 不知情 本来啊 都已经给他们许配了人家 完成我的这点心愿 我也好想想情敷 可谁知道 都怪我 从小把他们给交冲坏了 这考试已经结束 马上要发榜了 所以才请周校长商议一下 想办法把小女榜中出名 这 周校长 这个 不成经意 你 周校长 您看错海诚了 夏老的公子千金 恨报效国家 那是您老教育有方 必将传为佳话 周校长 这些公伟的话不用说了 我主意已定 还请你 帮我想个办法才是 夏老 说到这人情之理 我是应该帮您 像当年我在上海 承蒙您老的照顾 您还记得 晚辈不敢忘 不过 您老也是知道 如今上边准备北伐 但是最大的问题 就是经费不足 校长一再叮嘱我 即使是这么困难的情况下 人才的培养 也不能放松 周校长 关于贵党 目前在上海的募捐之事 我马上派人去办 明天就可以办妥 你看看好 那就多谢夏老 救国家于水火之中 我敬你 那么 两位孩子的事 夏老 我体谅您爱女心切 但是她们都很出锁 已经被录取了 黄埔军校 现在是共产国际的势力 说了算 以海诚的能力 恐怕只能让您带走一个 一个 您看 这 声音 我把庄严待走 带走洋女 留下轻生的 这里边好像有什么问题啊 看来这个下架 我们要多用点心啊 我马上安排人去查 一定要找可靠的人 要神不知鬼不觉 终点放在庄园身上 明白 父亲和周海成的交易 庄园并不知道 明天就要发榜了 这对庄园夏思怡 都是一个不眠之夜 来 喂 校长 我是周海成 海成啊 什么事啊 夏长青到武汉 刚才约我见了面 卑职已经说服她 捐款一百万大洋到当部 断得好 小长青一旦捐款 江浙山谷会纷纷效仿 看来今后下家的事 你也要多多费些心思 是 像你这样一心为党的人才 多几个就好了 校长栽培 海诚竭尽全力 好 搬到李孝忠后 周海诚并没有如愿以偿 得到他想要的一切 看来想要实现政治报复 还需要利用下家 为正途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 和人脉关系 周海诚 继续 继续 综合评定结果怎么样了 报告 女生的综合评定 已经出来了 出来了 这个哈斯辈的考卷 我曾看过吧 面试也很好 只有第七名 他的考卷确实很突出 不过观点上有些偏激 综合评定的结果是第七名 我看未必啊 他的文笔和口才 至少名列三家 像这样的考生 我们需要鼓励才是 就第一名吧 是 张校长 这个庄园也在录取之内 是 他的文笔虽然差了些 不过天赋过人 很有前途 评定结果是录取的 人才选拔怎能凭雕虫小技 这样的考生 不是很符合黄埔的宗旨 我看 现在不应该录取 赵校长 这恐怕 是 赵校长 赵云 你看这个 你看 赵云 姐 你考第一名 这号名的号名 你的名字呢 还没看到 走吧 你找 我看到我云子了 是 赵校长 我云子呢 我云也考上了 志鑫 我云子了 我的呢 我的呢 志鑫 我的眼睛 我看到了 就在那 你也在买 你看到了吗 张员 张员 我云考上了 你看 我在那儿呢 土包子也进了 你呢 找到你上楼上的吗 没有 没有专楼的吗 你找楼了吗 这没有 我再看一下啊 蒋英武 肯定是他 故意让我考上 好让我永远不能再找他麻烦 小妹 蒋英武 恭喜啊 别装傻 为什么把我除名了 除名啊 今天放宝 上面没有我的名字 一定是你做了手脚 请问 我为什么要把你除名 你 你怕我把 修了你的事情说出来 在大家面前丢脸 庄元 你听好了 你进不进黄埔 我根本就无所谓 那你说 明南上为什么没有我 我再说一遍 我不知道 我再说一遍 我不知道 我很忙 请你先出去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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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颜武 我给你不死不休 你看 好 我把你赶快 我把你赶快 把你赶快 不开我 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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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夜11 怎么了 是这样的 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 庄园这个学生 过目不忘 号称眼睛就是照相机那个小姑娘 没错 就是她 但是这招生名单上面 并没有她的名字 这 这怎么会啊 我查过了 是周校长出名的 不过她说不录取庄园 是招生委员会综合评定的结果 这不可能 我现在就去问问她 这背后是谁的主意 哥 哥 出事了 怎么回事 庄园 庄园她没被录取 这会儿哭得厉害 你赶紧想想办法 出事和复事不是都没问题吗 是啊 我也奇怪呢 庄园怀疑 是蒋教官动了手脚 可是 不可能 这样啊 你先回去守着庄园 我来想办法 哥 你赶紧的 你赶紧的 喂 赵伯 我是司成 大少爷啊 您有什么吩咐 家里今天有没有什么大的款项流动 好 老爷资付给伤害当多 为了一百万 好 我知道了 柳卫 喂 真情 我是司成 司成啊 怎么 是请我喝酒啊 我跟你说 我今儿可没时间 我是要跟你说个事啊 庄园没有被录取 什么 不可能啊 你怎么本事被盯了事啊 这件事我不方便出面 你帮我去问问 行行行 你别着急啊 我这就给你求的了 邓校长 海诚 我正找你呢 好 那去我办公室 我给你泡壶茶 别说客套话了 我问你 庄园被出名是怎么回事 你先别急 听我说 黄埔军校历来公平 就算你是校长 也无权干涉招生的事 邓校长 你也有所不知 庄园是夏氏企业董事长 夏长青的养女 拉宇怎么样 夏老给岛姑 捐了一百万大养 不让陆去的女儿 这件事情 蒋校长是知道的 不是 蒋校长会认同你这么做吗 可笑 荒唐 我倒是想看看 我这个代理校长 是不是连招个学生的权利 都没有了 你 慢点吃 慢点 老板 再来一碗 好嘞 不用了 不用了 小妹 你都吃了三碗了 你别再吃了 再吃不怕噎着呀 我这说话被恶为食欲 什么破军校 什么安政官啊 配一配 都是比乎鸦还来当黑补 可是你真觉得这是蒋教官 他搞得点吗 知道这人又怎么样 安政我去不了军校吧 以后 我就只能当你们那小跟班了 老板 老板 躲开点 好嘞 怎么了 紫辰来电话 说这儿也没被录取 是周校长的主意吗 周海辰 那你早知道了 走走走 吴卫校长 不必了 我已经跟邓校长说了 他去处理了 阮武 先停 怎么样了 邓校长 是周海诚和夏家座的交椅 现在没事了 庄云 找长路去 太好了 去警察啊 喂 哪位啊 夏老啊 我是海诚 周校长 真是惭愧啊 司仪的成绩是女生第一名 邓校长和招收委员会 都非常重视 真是没办法呀 那庄园呢 庄园本来已经被我除名了 但是邓校长得知以后 他不同意 我跟他讲清了厉害关系 但是他一点都不买账 还非要搞到共产国际那里去 这连蒋校长都束手无策 岂有此理 这个邓一达一点面子也不给 夏老啊 事已至此 您也别太担心了 跪签进入校以后 我首先会好好照顾 等找到合适时机 还是会有办法的 那也只能如此了 那就 先谢谢周校长啊 哪里的话 您要早点休息 就会不会吧 是丑海诚这条小狐狸 宫杜根呢 详宫杜根呢 都算了 这条小狐狸 我看见了 我看见了 你就说不见了 谁能ефon 说不见了 您要是个不是的 可能会是个惋得 你会上个车的话 要让她签字 两位小姐全进了军校 家里传来消息 老爷的情绪很差 我现在担心的是 他们会成为 周海诚首位的砝码 那怎么办 要不让他们退学 不行 如果强制让他们退学 周海诚一定会到 蒋校长那儿告我一状 凭蒋介石的多疑 他一定也会给我调离武汉 那样的话 我们在武汉的全部计划 都会受损 那就没有办法了嘛 先放一放一放 这样 我们现在有两件事要做 你说 第一 查一下武汉政府里面 国民党高级官员的日常活动 重点查经济来源有没有不干净 好 第二 联系一下共产国际的从事 请他们帮我个忙 这就是军校啊 这就是军校啊 不是不呀 我早就说过 咱们呀 是未来的同窗 姐 怎么样 怎么样 好不好看 人长得好看 穿什么都好看 是吧 是吧 至于你嘛 忙忙活活吧 谁说的 多帅啊 穿着 这 这是我先看到的 对 那还有意思啊 什么你先看到的呀 我睡觉前 我必须得睡这儿 而且 这是我先看到的 好不好 你耍沙子 咋是这脾气啊 这是军校 你说谁带着姐脾气呢 你说谁呢 说你 说你 你 好了 好了 这个人 好了 李正 这里是黄埔军校 不是太太小姐搞聚会 懒懒散散挑肥解兽成何体统 还算是个兵吗 缓一缓 钟灵 庄元 贺志欣 你们四个 三分钟之后 跟我到楼下 去剪头发 我 我 我这头发才刚刚叙起来的 现在要剪掉 他以后还嫁得出去吗 你不是撒子都不怕哦 还怕剪头发嘞 你 就是啊 又不是砍头 有什么好怕的 谁怕了 剪就剪 剪了短发精神 好看 对呀 像我姐这样 咱们呀 现在是个女兵 就应该服从命令 军校生活 从头开始 这位教员 学生中军 今天是黄浦军校 武汉分校开学的日期 先国父 孙中山先生 曾经在广州黄浦军校开学典礼上说过 我们为什么要开办这样的学校 因为 我们中国的革命虽然历经了十三年 但是 只有民国之年号没有民国之事实 所以 我们的革命只能算失败 而今 又过了三年 虽然 我们的革命尚未取得最终的胜利 但是 我们始终在未知奋斗着 努力着 同学们 欢迎你们 也感谢你们 感谢你们选择了一条艰难的报国之路 同时 也欢迎你们 欢迎你们加入我们的革命队伍 让我们共同为最终的胜利 吹响 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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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 有请国民政府办务室主任 同时 已是第一期黄浦军校优秀学员夏思成 带领大家朗读词 三年前我是黄浦军校的一期生 三年后你们是黄浦军校的六期生 或许每一届的誓词有所不同 但我相信不变的是那颗坚定的报国之心 请大家举起右手 跟我宣誓 我宣誓统一意志 心爱京城 我宣誓统一意志 心爱京城 遵守一意志 立定脚跟 遵守一意志 立定脚跟 为主义奋斗 为主义牺牲 为主义奋斗 为主义牺牲 继承先烈生命 发扬黄浦精神 以达国民革命之目的 以求世界革命之完成 以达国民革命之目的 以求世界革命之完成 宣誓人 宣誓人 王云 宣誓人 庄园 宣誓人 夏思怡 宣誓人 黄月华 宣誓人 钟林 宣誓人 贺之心 宣誓人 草之恋 一二一 一二一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第一 当 first 向右转 箱子 看去 向前看 向右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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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排第三个 出列 出列 你刚才在动什么 我们都已经训练四个小时了 我没说停的时候谁也不准停 我没说动的时候谁也不准动 听明白了吗 报告要关 这都不合理 说 怎么不合理 我认为你看不起女兵性别歧视 隔壁班的男兵都在训练实用科目了 可我们还在训练向左转向右转 服从命令 是军人的天职